欢迎各位再次收看五部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种1385级 今天的话呢还是借给大家做这个NA所推出的这个六人组联合作战建设车部队 那么轮式铲车建筑兵 还有这个水泥搅拌车的这个组装兵 但是这个名字的话呢我可能没有办法分辨那么清楚啊 我不知道说为什么轮式铲车它是组装啊 呃不在建筑为什么它是建筑啊 然后水泥搅拌车它是组装啊 我不晓得这个命名是怎么来 反正的话我们就直接称呼它为轮式铲车跟这个水泥搅拌车了啊 哎奇怪为什么对焦突然对不准啊 对到后面的钢索是怎么回事啊 好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出从盒子里头拿出来呢 除了手枪的配件之外 就是这个这个乐器啊 索纳还是小喇叭 好那么玩具本身的话呢 这一次的这两个家伙的话呢 身上的空洞柱呢 明显的呢比先前推出的那两款的要多得多 特别是这一款啊 这个啊轮式 水泥搅拌车冲拿到的时候 这边整个是空的 那因为是这两块被配件的 他从盒子里拿出来 是默认是没有翻出来的 那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整个外观的修饰呢 就好像非常的多了 那么可以看到啊 他们跟先前推出的这个成员 这个荧光绿啊 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 两个家伙的话呢 变形的话呢 也都非常的接近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他们简单的一个细节 首先的话呢 这个队长轮式弹车啊 他这个红色的眼镜吧 金属红 还蛮好看的啊 肩上有个很大的一个轮子 然后呢 他的一个手啊 是比较让我惊艳的地方 拳头的话呢 本身的话呢 是可以转动 可以转动也就算了 他居然手掌 他就可以另外做张开啊 这么小的玩具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用心啊 然后手枪的话呢 就握紧的话 基本上因为枪也很小 也不用太行会掉啊 裙甲的话呢 翻起来 是可以往前面踢的啊 但是这个裙甲的一个紧实度 是比较扎实的 膝盖可以弯超过于90度 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接地的一个表现 整体来说的话呢 这一次的这个轮式产车的话呢 我觉得表现是比较平均一点的 然后呢 这款水利搅拌车的话呢 在人形状态下呢 出拿到呢 你就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 他的一个膝盖一下 分件非常的多 看着真的是有点吓人啊 但实际上呢 他在变形的时候呢 确实一个反转就可以变完啊 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比较惊艳的 那两者的可动差不多 但他的一个拳头就比较悲催了啊 不能够转动 也只能够是锁定去而已 说悲催是过分的点啊 其实这是只是一个小比例的玩具啊 你怎么要求他有这种 Volge Class以上的这个 这个可动度呢 他的脚的话呢 因为这个造型看了也知道 就没有所谓的一个接地性了啊 那直接聊当的 我们就快速的进入他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环节 首先的话呢 两者的两个家伙的变形呢 真的是很接近的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都是把拳头给收进去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头盔摆正啊 然后这个这个点往上推一点点啊 第一次推的时候推的很很很紧 非常的紧啊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让S呢 这样子把它给推出来 然后呢 向这一侧转一个弯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整个这样 我的做法是这样子啊 把它整个这里拉出来 如果你觉得 你觉得你可能会拉不动的话 请你想象一下啊 你是电影第一集的Megatron啊 你要把爵士撕成两半 相信你的力气呢 就会非常的大了啊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有个突跟闹的一个结合 将它给扣进去 那如果你发现呢 位置不太对 可能表示你推的位置呢 拉的拉的位置 拉的不够出去 啊 对了 这里 缩进去啊 缩短 这样子就可以扣进去了 这个手臂这里 一样要缩短 将它给扣进去 好的 那么呢 这个身体的上半部呢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脚的话就更简单了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脚掌给推进去 啊 附带一提啊 推的时候呢 这个板要在外侧 这个脚板要在内侧啊 你不要翻错了啊 然后呢 直接的 两腿稍微整理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两个紫色的凸 对 纳美克 哦 不对 这个是 算了 就是 就把它给扣进去吧 差一点要讲 纳美克性能对上阿凡达 其实不对啊 阿凡达是蓝色的 然后这个的话呢 轮子的话呢 可以朝这边推下来 把它给推到往下的位置 你看 两侧轮子没一样高啊 就这样子推下来 OK 然后后面这块部件 往后面推过去 再往前掰过来 就完成了我们这款 轮式铲车的变形 还有啊 刚刚在人形的时候啊 这个应该收进去啊 刚错误了 人形的时候应该收进去 载具的时候呢 再把它给翻出来 刚没留意到这个 在这边的话 就做个简单的小补充嘛 好的 轮式铲车 变形就算OK了啊 这个滚动性 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 这轮胎再把它推出来一点 OK 嗯 没有问题 然后其他的成员 可以先摆到一旁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看到这个水泥搅拌车 它的变形 两个的这个变形的思路呢 可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 几乎都是一样的啊 嗯 我们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部件翻出来 这个部件 图把它给收进去 然后的话 我们一样把它往上面 拉出去啊 这里 一样把它整个拉出来 然后的话呢 这个 拳头转进去 往内侧 你看到有一个图 跟到这个结合 那扣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 后面这条件解开之后啊 这里往上 往上挤上来 然后这个图跟到 把它给扣进去 好 到这边 这里也是这样 往上推上去 然后呢 这个对准 图跟到 把它给扣进来 到这边 好的 到这里 然后呢 这个水泥桶啊 它是可以伸长的 伸长之后呢 就可以过来 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了啊 然后这个盖板 盖下去啊 后半部变完了 再来 它这个腿啊 零件很多 但其实真的是不用担心 那一个翻转就变完了 太太神奇了啊 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图啊 然后内侧是有洞的啊 这里 有个凹槽啊 应该是凹槽在这 你先把这个紫色的部件呢 推上去啊 然后呢 这一块 再来的这块部件 把它往下面翻 往下翻的时候呢 把这个部件往上面 翻折上去 顺着 顺着把它推上去就可以了 就顺着推上去 顺着推上去 这样子过来 好 这个部件压进来 好了 车头变完了 太神奇了啊 我这个 看说明书 你绝对看不懂的啊 但是你 懂了之后 你翻一次就会了 这个有个紫色的凸 扣进里头 扣进去 紫色的这个往上升嘛 然后里面这个蓝色 这个绿色这个零星 但是往下面折下来 然后呢 这个车头 这个部分就顺势的 这样子把它给转 转过去 到这边 扣上去 这个地方压进来 压进来 最后两腿合并 这个 神奇的车头 就变完了 这个当我 就是变到这里的时候 我是不禁 下了一条 这个也太流畅了吧 但是呢 你从车变成人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要逆着过来 那比较不好理解 但是 变个两次 你可能也就能够明白到位了 那这个的话 滚动性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虽然轮子比较小 但是完全是OK的 那这个 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呢 分享这一个 轮式铲车 还有水泥搅拌车 两者呢 都是可以简单 快速变形完成的 我节目录到现在 也才七分半而已 那今天就已经到底的呢 把它给拍完了 那我们就期待着呢 其他几位成员的陆续到来 这种简单 快速变形的 这个小比例玩具的话呢 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